2016年蔡英文总统选第一任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成立第四军 以通讯为主的第四军 那时候说他要编列什么 6000个人相关的经费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处理 这半年其实刚才 林芳林大哥讲的 这半年大概无人机已经 进进出出半年了 那我们看到真正的国安危机是 我们的统帅蔡英文总统 不知道要做什么 到最后美方提了 这不能变成新常态的时候 才开始有动作 那这个动作用这个 击落的方式是不是最好的 我们的我们的国安单位 包括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空军 其实都有相关的干扰设施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完全都没有做 这也就是国人对于无人机 在我们台湾上空这样飞 我们自己被照得清清楚楚 在中国大陆都可以看得到 大家还开始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安危机 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说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提 我要用国家队 你可以口罩国家队 快塞国家队 你无人机 他里面牵涉到太多的商业 还有科技上面的领域 你真的民间的公司 愿意把它变成说 我所有东西资讯都摊开来 你摊开给你变成国家队 我觉得恐怕民间不会愿意 所以我觉得要思考清楚 我们政府要提要用军事无人机 到底要投入在哪一个方面 我觉得要思考清楚 而不是什么都喊国家队 黄金 我觉得两岸在这次的 这个无人机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赵先生刚才讲的 那个是重点 就在于是说 其实你要比武器各方面的 这个部分台湾我们不是在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这就是事实台湾落后太多太多了 那所以在军事上面 我相信邱国正部长 非常心里非常的清楚 你如果说我们今天 要采取这种应对 应对的态势 你来一千架 我就一千架给你 把你集下来 或说我们派出一千架 来去回应你的话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今天在这个施宇做出这个反击 我觉得是迫于形势 他必须要做 然后接下来 其实就是政治喊话的时间了 就在于是说你大陆 你如果说你没有 你也无意要挑起两岸的紧张 和擦枪走火的话 那你当然要呼吁 你们自己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器 不要这样子恶搞 那你如果说今天 你任令这些事情这样子发展 然后国台办的发言人讲说什么 嘲笑这个台湾的这个当局 小题大做 那其实事实上这件事情 对于两岸的这个形势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蔡英文的无能跟蔡英文的无奈 我们早就已经看 早就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 关键是说 无论如何 他现在还是我们的三军同帅 他的任期到2024 还有这样子一长段的时间 在面对大陆的这种新常态威胁的时候 明明知道他在大陆所有的动作都是连给美国看的 台湾要做什么 台湾有什么样的角色 你没有办法再进行政治对话 政治协商的这个情形之下 你要让国军承担多大的风险 他今天是到这个什么 今天到湿雨啊 他凯天也可以到澎湖啊 他也可以这个 他的渔船 在应到靠近我们很多地方的时候 那放无人机飞 他很多地方都可以飞啊 你打得完吗 你应应得完吗 应应不完嘛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